千古以来,赛德克族生活在中央山脉美丽的高山峡谷 生命和信仰与大自然的和谐秩序融合,共生共习 是赛德克族的天性,也是承袭自祖先的智慧 赛德克族人口数约有六千四百多人 早期族人主要分布于祖居地南投县仁爱乡的 上流一带的崇山峻岭间 大约在三百至四百年前,部分族人陆续迁移到移居地 花莲县和平西,丽悟西,木瓜西流域,陶塞西,丰平西,秀姑鸾西的流域 有一部分的都达羽群移居到宜兰县大同乡南山部落,刘茂安部落 以及南奥乡奥乡,金阳部落 依照羽群的差异,赛德克族可分三大群 南投县仁爱乡大同村物社 南丰村,梅西,天主堂,南山西部落 互助村清流中原部落属于德克族羽群 春阳村大同村碧湖高峰部落 精英村平和平静部落属于高达羽群 另外,合作村静关平生部落 精英村庐山部落 清爱村松林部落属于德鲁股羽群 赛德克族自称 是真正的人,勇敢的男人,才德的女子 原住民族的总称的意思 相传赛德克族的始祖是从 赛德克族的圣山生出来的 高峰颂立在海拔三千一百公尺的中央山脉 在巴沙湾山冷县上 赛德克族的意思是光亮白色的巨石 是赛德克族人 Gaia Waya 的来源 赛德克族拥有独特的生命礼俗和传统习俗 因重新 Utu的生命观 而延伸出严谨的 Gaia Waya 生活律法系统 并发展出许多特有丰富的文化 如文面 猎手 编织 狩猎 音乐 语言 歌谣 舞蹈等 距今约七十多年前 猎手 仍然是赛德克族人 与 Utu Hrudan 祖灵分享喜乐的重要仪式 是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 建议平衡人间的恩怨关系 西许 秀眼画眉是赛德克族的领鸟 聚凡猎手 打猎 提亲等重要事件的决定 都以仰赖秀眼画眉的鸣叫声 与行进方向来判断吉凶 赛德克族相信 每一个族人到生命尽头 都会经过彩虹灵桥 在传统伦理中 接受审视 代代延续生命的土地上 形成一股强烈的族群认同 经过族人多年的正名运动 赛德克族 终于在2008年4月23日 被政府承认 正名为原著民族第十四族 使得这个实质存在的古老民族 终于获得国家法理上的民族地位